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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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远不过来 怎么会是这样 它怎么就会成了这样 你做得很好 没什么破绽 但是我们三个人中间出了奸细走 漏了风声 宝贝 你说你是不是奸细 为什么怀疑我 你怎么不说他 走上 你是不是奸细 老爷 如果我承认我是奸细 您的心里能够好受点的话 那我 我就 我说什么了 你就哭吧 奶奶哭了 别哭了 我忍不住啊 老爷 为什么每次您做错的事 都非让我承认错误呢 我是这样吗 我是这样吗 那我错了 没事 没事 交错了就好 你们快点 高点 这个放里面 那放上面 好嘞 柜子放这 快点 快撞了 你那个 拿过来 放这 放这 我明天就开张了 我又想出个办法来 怎么连点热情的反应都没有 好 你们两个这么呆着 哪也别去 我去去就回来 老爷 老爷 你干嘛去 我去干我该干的事 咱们这个老爷真是死要面子 活受罪 我看你给我这些小伙子 我看你这么说 我看你还不说 我看你什么 你怎么不说 我看你什么 我看你都没有 我看你什么 你还不说 我看你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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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也不要紧的 死了 我们合计寿衣殿 全把你们的后世包下来了 让开 怎么回事 让开点 干什么 放肆 你怎么开戏寿衣铺来了 这是我的铺面 我想开什么就开什么 怎么是你的铺面 你有房契吗 有啊 胡说 房契在这儿呢 你偷我房契 这房子本来就是我的 我还用得着偷吗 各位乡亲们 大家都知道 我跟何永珍的关系 我是想好好地培养他一把 才给了他这半间铺子 给他一个机会 只让他上进啊 可谁省想 他整天不务正业 乱写乱闹 那么今天呢 我就当着众位乡亲的面 把这铺子给收回了 你们几个如果愿意的话 可以留在我的铺子里 现在就进去把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快点给我搬走 快 不是这样 干什么 干什么 你应该这样 我看这还真不错 你 古城记的东西 滚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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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何永珍多可怜 当个要出头的一天 是啊 咱们也得想想办法再帮帮他 老爷 这回您干得真漂亮 不得已而为之 六门窍索 岂是神仙之道 要是传到天庭 要让玉皇大帝知道的话 老爷又惨了 永珍这孩子 这几天一直不怎么说话 我也好好的教训了他 这叶美文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 是 现在他后悔了 是啊 他们父子之间老是这样也不是个办法 得想个法子 被他们说到一起去 我也是这么想的 好 既然大家都想到一块去了 那这事就交给我办吧 好 过几天就是美文的生日 对吧 对 找个地方 让他们父子一见面 就成了呀 好 好 师父 赵先生 那就谢谢你了啊 毕竟是亲生父子嘛 他说见你总该见上一面吧 对了 我听说 他还给你准备了礼物呢 好 明天早上 猜神庙 好吧 Griff 行 这箇vez 药贝 ows 这孩子 蛯贼 以后约我不要约到这里嘛 你不想到家里去吗 像今天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弄几个菜 喝一点酒 好好的谈一谈 我知道你今天心情很好 今天是你40岁的生日 这是我娘告诉我的 她 可她今天没有来找我 可是我来了 而且还给你带了一样好东西 全当是受礼 是我们母子的一番心意 希望你不要见笑 不要不收 哪里 我一定收 刚才我在路上就想 你的年纪也不小了 应该成家立业了 我应该为你操吃操吃婚事了 老爷 您觉得这回的安排会成功吗 我也怀疑他们能否谈到一块去 人的感情 有时候很怪 你要是拧着了 他怎么也谈不拢 可是你要是真正打动他了 他一谈准成 那您说的是父子感情 我说什么感情都一样 以前我对你确实有点过分 不过这个药铺 你这是干什么 你以前害了我吗 现在又来欺负我 药铺是我夺来的 不是你送的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那药铺我现在也不要了 我要的是你的命令 你是我儿子 你不能杀我 这老天爷不能答应的 老天爷已经答应了 我要把你欠我的这条命拿走 我要让荷乔镇的人知道何允真是个野种 我还要把你拿走 刀走 我要把你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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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 出大战了 就你大战了 他拿刀子了 站住 什么 何允真杀人了 是杀的叶美文 你猜怎么着 是在财神庙里 最新消息 这可是最新消息 那个叶美文受伤 生命垂危 何允真为罪迁逃 保官 保官还等什么 我早就看出来了 他迟早要走今天这一步 你想啊 这么一个不讲仁义道德的人 你们说说 他能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他要是让官府抓了去 咱们何乔镇 那就太丢人了 丢什么人 如果包庇了他 那才算丢人 如果大义灭亲 把何允真扭送到衙门 我们不仅不丢人 而且增光天才 大义凛然 那就扭送 我最喜欢扭送了 那就封锁消息 只要抓到何永珍 扭送到衙门 咱们先报案 候九人 对啊 趁这个机会 向苏玉环显示一下 咱们道德堂的实力 老爷 不用包 你现在满意了吧 本来永珍是要走的 他娘也是要走的 你非得把他们留下来 留下来对付我 那又怎么样 你觉得很委屈 宝妹 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原来以为有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化解的 可是我太天真了 不过我还是希望你不要记恨永珍 毕竟那些痛苦你我都没有经历过 我想 他不会想真杀死你吧 他是 他真想杀死我 然后再杀死自己 你 这孩子疯了 那我问你 何永珍知道你是他父亲那天 他为什么要动刀子呢 对 我就知道你说不出来 不是 这说明他已经原谅你的过去 可是你又辜负了他的现在 你本来可以抓紧时间成为一个好父亲 对 可是你没有 你再继续伤害他 不不 不是伤害 是在纵容退让 可你为什么不能跟他好好的谈一谈 不过我也趁机明白了一件事 你在他的心目中很重要 所以他才会失望 才会要杀我 他要杀我 他要自杀 他根本就没有盘算他娘以后怎么样 苏夫人 师父 苏夫人 苏夫人 您是来散步的吗 我们不打扰了 不打扰了 其实不遇到你们我也不会进那个门的 怎么样 他的伤严重吗 性命没什么大方 我们见他的时候他精神很好 还特意让我给您打个招呼 说他没什么事 我不担心 他自己做的虐自己遭报应 跟我有什么关系 要是二十年前 说不定 说不定 捅他一刀的不是永真 还是您呢 就算你不关心叶美文 你也应该关心关心何永真 永真 他不是藏起来了吗 藏的谁都找不到 可是他马上就要被人找到了 因为到达堂的三老已经贴出告示 要把他扭送衙门治罪 不让他给何小镇抹黑 永真是我的儿子 我是不会让他受委屈的 二十年前我保护不了他 我不相信二十年后我还保护不了他 这二十年我不是白活了 四夫人 赞着我 永远支持你 夫人 可永真他毕竟杀了人 而且是蓄谋已久 光天化日 众目睽睽 很难为他开脱的 这事我想了很久都没想出办法来 本来我也没指望你 你不过是一个区区的算命先生 有什么 这件事我自己管了 宝妹 你过来帮我 就这几天 好 师傅 我去了 去 老爷 老爷 宝妹呢 你们一起出去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 我放她单飞不行 我让她陪陪苏夫人不行 快说说 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老爷 实不相瞒问清眉目了 自从出事那天开始我跟踪了三天四夜 跟踪了多少人监视了多少人就不跟老爷就汇报了 我赵哥可不是一个爱表公的人 谢谢 我请你告诉我你的结果 这何永珍胆子实在是太大了 他不仅没有离开过何乔镇 而且天天在街上露面 只不过大家都没有识破他而已 真的 我够厉害的吧 快走 给你 给你 嘿 老爷 就是他 何永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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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吧 你如果不承认你是何永珍的话 我就让全镇的人都知道你现在在这儿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老爷 就是他 走 我一样 快走 吃吧 你没打算帮我送哪儿 多得汤还是县衙门 都不是 我们是让你回到你父母上去 你应该跟他们在一起 不管你想通没想通 愿意不愿意 你应该面对的就是他们 我们觉得你们三个人应该坐下来谈一谈 谁欠谁多少 扯得平扯不平 扯不平该怎么办 我们想知道你们还要惹出多少是非 要给我们添多少麻烦 你不是算命先生吗 你不是什么小神仙吗 你算 师父 我没本事 我不配做神仙 我也不配做小神仙 我能算出天意 我却算不出人心 人心真是难测 之所以算不出来才改行抓人是不是 我看你们两个 记者们当拆算了 我告诉你 人心难测 人心当然难测 本来我认了我娘想帮着她 把这么多年的委屈一点一点的清算 可是我知道她嘴硬 心已经软了 所以你就恨你爹 你就逼你爹 这样你娘就不会再心软了 就不会再想和解了 可你爹 可你爹他都忍了 一件一件都忍了 包括你杂药铺的招牌 坏药铺的声誉 他都忍了 你就没有办法了 你就要亲自动手杀你爹了 永珍 难道你就这么怕他们和解 这么恨他们和解吗 对 如果他们和解了 就意味着我这些年的苦白受了 白熬了 我一辈子不看戏 就是和戏里面那么多大腿云 老爷 我实在受不了了 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 咱们把他送到官府等官了 如果真送他见官 那才真是不可救药 这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说让咱们快来 什么事 这么晚了 快说 出事了 出大事了 什么事 官府来人了 查办列委门 被刺一案 这事大了 官府怎么知道的 能没有普通风的墙子 我告诉你 今儿来查办的 可是现在也面前的第一红人 杀捕头 金塔查办的案 那是没人能逃得掉 这个案子我很喜欢 有点儿 有点儿意思 叶美文是个财主 何永珍是个孤儿 可是最近成了阔少爷了 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个有钱的娘 好 好 这个案子可真是掉在前眼里了 嘿 我就喜欢这样的案子 银子是天天的收 红包天天拿 明儿 我就找叶美文 那我们 你们都给我听着 有一个算一个 谁也别往这案子里给我搅合 要不然有一个锁一个 都让你们进大牢修行去 别看我姓杀的穷的叮咙当当的 可有一样东西我不缺 那就是锁人的绳子 叶掌柜 什么事这么慌张张把我叫来 官府来人了 人呢 在客厅里等着 看来是听到了风声 来找取证的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要把永珍 你希望永珍平安吗 我当然希望他平安了 他是我的儿子 他可以对付我 而我不可以对付他 再说了 我欠他的太多了 现在能补偿一点 就尽量补偿他 那好 我陪你一起去对付这个官府来人 无济之谈 叶美文 我没有听错吧 你没有讲错吧 我在衙门里听到的风声 你却坐在这里跟我说 一切是捕风捉影 无济之谈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是被吓糊涂了吧 要不就是蓄意藐视王法 没人把我吓糊涂 没人把我吓糊涂 别人也吓不糊涂我 您老呢也吓不糊涂我 这自古道民举官揪 这民不举官不咎 人家说我叶美文被刺伤了 可我说没那么回事 这您信谁的 不管怎么说 这里面有鬼 叶美文 您老实说 是不是有人在威胁你 要是有 我代表衙门给你做主 咱们县民风纯正 这父母官这里有方 哪里有那么多不可告人的事呢 傻不通 你过滤了 那你就是拿了人家的风口钱 想来个闷声发大财 你可说话不要太离谱了 我叶美文虽不是家产万贯 但我镇上的买卖 乡下的地 足够我养家糊口的 我看 您这回注定是要白跑了 来 在 送客 放肆 我还没想走 美文兄 这就是你的不对 人家沙捕头 于远了说是个官 于近了说是个客 您呢 于情于礼都应该客气点才是吗 沙捕头 您这边坐 您倒挺会说话 请问尊姓大明哪里发财啊 不敢不敢 免贵姓赵 草字功名 相面算卦 测字看风水 做的是江湖人 吃的是开口饭 他是我的朋友 我说的是不是实情 你可以问问他 问他 我还用得着问他 老实告诉你 人已经在我手上 而且招了共话了呀 瞧见没有 这就是 你没受伤 你没受伤你肩膀怎么了 刚才我用力过猛了吧 伤口又崩裂了吧 该抹点金疮药了吧 老爷 回去休息 沙捕头 眼下确实有一桩案子 不过原有始末 可跟你想象的不一样 杀人者一感到忏悔 被杀的你也看到了 我看还是不欲深究为好 不然闹到官府衙门去 对双方都没什么好处 那当然 一入宫门里 就能拉不回 要关了就不能撕了 要撕了就不能关了 那是 眼下你们都希望私了 莫不是这里头 有什么好处 我赵公明可是凭良心办事 希望化解一场恩仇 荒唐 有恩就要报恩 有仇就该报仇 何必化解 老实跟你说吧 现在上面就是要我抓一个有名气的案子 好好地给衙门长张脸 我不是沙梁冒工 可是这案子我管定了 而且我盯着的不单单是一个何永珍 其实牵连的人越多 越好 且不说这件事跟何永珍没有关系 就算是有关系 你现在也找不到何永珍 因为何永珍已经在河桥镇 失踪了 哈哈哈 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可是不是还有一个何永珍新任的娘亲 犯人家属苏玉环吗 他住的客栈 我已经派人监视 三天之内何永珍不来投案自首 我就把苏玉环锁拿进城 嘿 跟我玩这个 那咱们就玩真的 好啊 玩真的就玩真的 谁怕谁啊 不仅玩真的还玩到底 大不了咱们一走了之 糊涂 你可以走 我可以走 那叶掌柜怎么办 他的家业就在这里 还有 苏夫人 他当年回到何桥镇 不就是想无风无浪 落叶归根吗 苏夫人 夫人 我 我当初劝您留下来 我 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发生这么多这么多的事情 但我相信您留下来是没有错的 不要让这二十年的恩恩怨怨 结成一个一个的死鸽的 我们大家一起动手来结 能结多少就结多少 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会把这些疙瘩 全都给他解开的 可是 庸真他 喝 你说的都是真的 如果找不到我就拿我娘去顶嘴 所以你买这么多东西 所以你请我喝酒 你是想把我灌醉了 把我去建官 还想用酒 转转我的胆子 让我团自首 我只觉得一个人 做事敢做就要敢当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不要因为我们是年轻人 就老想着别人替你做什么牺牲 我也是年轻人 我不喜欢你做人做事的态度 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 来 喝了他 去吧 好吧 苏夫人 你真的不必担心 永真躲在财神庙里安全的很 对啊 我也跟赵哥说了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瞒着他 这样我们才可以跟那个纱布头脱下去 总这么脱下去也不是办法 这倒也是 关键是会使银子 俗话说的好 天大官司地大的银子 这年头你就算是体恤人情 就算是匡扶正义 这银子舍不到了 他也是办不成事的 是不是说的对 什么 你让何勇真去倒倒堂 向那个纱布头投案自首了 男子汉大丈夫 一去不回头 你就坑我吧 你就坑我吧 这回我们真是回天无数 老爷 这是杀人偿命 伤人抵罪 这是王法 也是天理 有什么不尽人情的事 你懂什么 这双公案要是如此了结的话 那大家都是书箭 书箭 苏夫人丢了儿子 叶美文白白挨了一刀 他们父子成仇 我 不行 我还得去找叶美文 我们商量商量 也许还能挽回 你有办法挽回一切吗 老爷你想想 当初可是你让我把苏玉环请回来的 到现在为止 何乔镇捞了多少实惠 只不过多了一个真杰牌坊 是啊 老爷 这牌坊学完之后 你还不让他们走 结果一刀下去险些出人命 现在您还跟官府作对 非要救出贺永珍 你救他干什么 师傅 我救他干什么 有什么理由吗 救人还有理由吗 何永珍 你听着 这就是叶美文叶掌柜的 他的身上有你三处刀伤 可是他现在来找我 跟我说 你身战狂击 时长疯疯癫癫 而且闹起疯来 百无禁忌 几次差点伤了人命 这次算他倒霉 建议对你严加管束 但是不必报官立案 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我一说完 你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你就开始跟我做戏了 你 你这样做什么意思 你想耍我 你想逼我装方 有了有了 送开 孩子 有这病不丢人 一定能治好 一定能治好啊 孩子 只要不被公差 把你带到衙门里去 我可以带你去看病了 我可以找很多地方 我们一定能想出办法 一定能想出办法来了 你自己去吧 我开心你疯了 莫名其妙 姓沙的 我没疯 我脑子清醒得很 你要是敢循私枉法 说我是疯子 将我放掉 我会到处跟人说 你是被人收买的 你是被他人收买的 是被他人收买的 好小子 有种 活就活 死就死 没事装什么疯啊 你放心 我一定把你锁拿归案 不能辜负你的一片苦心啊 杀木头 可他确实确实是疯了 你不能烂捕无辜 杀梁冒工啊 好 姓赵的 你可真够聪明的 真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可是装疯绝对是下策 如果他装疯 他就得向我证明他真的疯了 如果他证明他自己疯了 他还是个疯子吗 懂了吗 杀木头 杀木头 你总得给我们留条活路吧 你明明知道何永珍他是无辜的 他不可能杀我 我是他爹 我是他老子 你听见了吗 我知道 可我不信 杀木头 你如果不信 可以叫何乔镇三老 喊他们出来问问他们 就算你们是父子 那又怎么样 我这里证据确准 如果他真是你儿子 他伤你 就不仅仅是殴打伤人 而是忤逆不孝 就这一条 就够杀头的 你叫我什么 你叫他叫你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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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橋 公 flowers 救命 你叫他一声 他听着了 他听得见 他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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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了 山伯头 这可是我们道德堂的全部家底了 您看何永珍的事 你就只当是上天言好事了 围攻降级一下 拿不拿到也怎么着 说起来 说起来 不是 我们也想把何永珍交出去 拿他问罪 可是他妈有钱了 我们也想留给何乔镇那么一点点钱 所以如果你要抓了何永珍 那就等于抓了我们何乔镇的财神 那我们可就太失望了 那就只能让你们失望了 你 我是一定要带走 还有那些金子银子都给我收起来 要不然我一定带我行贿的证据 一定带走 怪不得搞得这么神秘 原来是送银子呢 这种关键场合 财神老爷不在场 岂不是遗憾吗 拿走 也没多少银子 干什么 这是 赵哥 这顶金子好像是我送的叶美文修牌放的 放开我 放开我 好像就是这顶 真是笨到家了 这银子怎么能这么送 老爷 您不是也想 这个不是咱们神仙应该干的事 你是神仙 我不是 我是小神仙 老爷 你不能这么自暴自细 客官 客官 是你 你还在这儿干什么 欲知鸡胸士问我小人家 客官 你最近宁带凶煞相 恐怕有玄黄之灾 来来来 回看看 你是要我破财免灾 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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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让你破财免灾 我是让你发财免灾 你必须在三日之内孤身离开 而且在行前必发上一笔豪彩 客官 此事天知地不知 你知我不知 好 我们有点来 我们有点来 你算的卦 我还是信的 今天晚上我就走 不过不是一个人走 而是两个人 瞧见没有 这是卦钱 我不能让你白忙 老爷 你怎么能去行贿呢 这多可耻 你真是的 是啊 而且行贿又行得那么失败 不仅可耻 而且可笑 我知道 我可耻 我可笑 我失败 我一个失败 接着一个失败 我从小失败走向大失败 行了吧 可我毕竟不能让何永珍就这样被抓走 我们的努力就要复制东流了 沙捕头今天晚上就要带人 我是为了救人不择手段 你怎么办 老爷 来 来 来 老爷 要不让宝贝试试 他 我都不行 他 他真行 那总得给他找个助手 那也不用劳动您的打架 老爷 老爷 那只有等着你胜利的消息了 我都行 那银也是钱 飘子也是钱 纷纷扰扰 恩怨远远 惹事的还是钱 有钱也翻 没钱也翻 你说怎么 你说怎么办 一块块的赞 一把把的转啊 取之有道 永之有方 金钱不负赞 一块块的赞 一把把的转啊 过运正常 残运更痛 祝你更有钱 一块块的赞 一把把的转啊 取之有道 永之有方 金钱不负赞 一块块的赞 一把把的转啊 过运正常 残运更痛 祝你更有钱 你也说钱 我也说钱 大家都喜欢 金也是钱 拿钱也是钱 智慧也是钱 一分耕耘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机会在眼前 我还没说钱 谢谢你 我还没说钱 你太小了 我还没说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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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说我 你不想说异负赞 和你不想说异负赞